他们是同父同母 却不同姓的亲兄弟 那为什么你姓陈 他姓鱼呢 爸爸姓妈妈姓 他们背井离乡 从福建古田 到河南西辖种银耳 当地人却这样说 他将这座山视为宝藏 说要种出不一样的银耳 看兄弟二人如何闯关 让银耳在春天躲躲绽放 收获亿万财富 财富无处不在 行动成就梦想 欢迎收看 质富金系列节目 我的收获在春天 都说春暖花开 可眼瞅着到三月了 北方的很多城市的人们 还穿着羽绒服呢 我们北方人管这个叫 稻春寒 稀奇的是呢 在河南省的西辖县 有兄弟二人 在这个季节收获了银耳 您可能不知道 银耳对于生长环境 那是相当挑剔 咱们就说这温度 要在二十到二十六摄氏度之间 温度高了容易坏 温度低了它就不长 就这么一条 西辖县就从来没有人种银耳 那么这兄弟俩 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 在早春就有收获呢 咱们一块去看看 二月的西辖 春寒廖鞘 平均温度只有八摄氏度左右 人们还要穿着羽绒服 围坐在炉边取暖 稀奇的是 在陈秀辉的孤房里 银耳已经朵朵盛开了 你看我们这个银耳长得多好 你看都可以开始收获了 你看长得跟白牡丹花一样 可不漂亮吧 特别漂亮 我这个生了就可以吃 你也可以试一点 尝一点 是不是 我们这边吃得 真的可以吃吗 可以吃 好有弹性 大致大致清脆 还有嚼劲 对 还有淡淡的清香 为啥说稀奇呢 因为适合银耳生长的温度 是在20到26摄氏度之间 不仅如此 银耳还喜欢气候湿润的环境 而这些条件 西辖县都不具备 如果离开这个房间 到自然环境里面的话 这个季节是长不出来银耳的吗 那肯定不行 不是说这个季节 你就是整年它也长不出银耳了 在西辖有人种银耳吗 没有 西辖没有人工种植的 从来都没有人种银耳 没有 为什么呢 西辖的气候条件不太合适 气候相对来说比较干燥 温度不太合适 气候又比较干燥的情况下 这是对食用菌种植来说 尤其是对银耳来说 那是很致命 西辖的自然环境 并不适合种银耳 可陈秀辉却种了出来 竟然还能让银耳 在寒冷又干燥的初春 朵朵盛开 的确令人称奇 但更奇怪的是 它来自盛产银耳的古田县 明明在家门口就能赚钱 它为啥要背井离乡 跑到西辖来种银耳呢 在这里就是 有一个宝贝吸引着我 在这里这个宝贝 种出来的银耳 给与众不同 给一个古田的银耳 就是不一样 我们这个文艺特别清香 胶质特别好 比较银耳是论鸡脉 我这个银耳是论克 我这一个孤黄银耳 可以很好的旧车 可以买一辆 能买几十万 对 到底是什么宝贝 让陈秀辉如此痴迷 不顾家人的反对 跋山涉水地来到西辖 大众银耳呢 故事还要从西辖的香菇讲起 我看你还戴着手套 是为了保护香菇吗 对 这都是你的宝贝 都是宝贝 在西辖种香菇的人多吗 种香菇多 有多少啊 那三是多鸡 家人户基本上都拖着都装 是吧 嗯 斩别人说五楼市楼梯市都装 我们勸现有近五万户 二十万人 从事香菇里种植 生产加工销售 2022年 香菇里种植的是 二十八亿的所有 产值的是三十个亿 这是一产的产值 如果再加上生产 加工增值 销售 出口 这个产值效益 在一百五十个亿左右 西辖香菇 是西辖的特色农产品 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陈秀辉第一次来到西辖 就是被这里的香菇所吸引 做起了香菇生意 哪年来到西辖的 我是95年 95年到西辖的过来 当时就是来做香菇生意 当时就是过来收购香菇 当时29岁的陈秀辉 感觉古田的银耳生意 已经很稳定了 交给父母就可以打理 他想向外寻求更大的发展 就带着弟弟 一起来西辖收香菇 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但我觉得你们长得特别像 我们就是亲生弟 亲的吗 亲生弟 他比我小得多 小我十岁 那为什么你姓陈 他姓鱼呢 爸爸去妈妈去 那大哥当初说 我带你去河南做生意 你怎么想的 愿意 我说不想去 这边吃面条没米饭吃 都是馒头 我说我不去 后面他说那去没事 那边自己就玩可以有米饭吃 这对同父同母 却不同性的亲兄弟 靠着大哥的眼光 和弟弟的勤奋 短短五年时间 就将香菇生意做大了 一般就是六千万到将近一个亿 他八九千万 那个时候 是 在当时那个期间 走九五到两千年时候 几乎十下的端木划骨 穿破了陈宗一格垄断 谁都没用它 从那端木划骨 陈宗的相当有眼光 可让人费解的是 在陈秀辉的香菇生意 做得风生水起的时候 他却突然要在西侠种银耳 这件事 在西侠可从来没人做过 您听说过在西侠 有做银耳的吗 没有 银耳 啥银耳 没有也不知道 你觉得种银耳咋样 但是没有技术也不可以 那个技术要求太高 是了 那一般投资都可以 打价格 你还打听投资了呢 是了 你打听他们得投多少 那一天机子的时候就完了 一般人根本都炒着不了 想在西侠种出银耳 陈秀辉就要投资5000多万元 来建一座全部智能化操控的银耳工厂 来模拟银耳的生长环境 这个成本是在古田种植银耳的五倍还要多 家乡人都觉得它疯了 当地人也不理解 确实也是心理压力 你5000万这个现金投进去 说实在的 这个是 你就是能拿出来这个压力 如果打水平 那也是 也是有心理压力的 我们这个厂房你看 我就是全部安装的都是智能设备 你看一下 对 包括我们也是 这个就是智能操控盘 恒温系统 补温系统 对 内循环 雾化 灯光 这边那个 上面那个 雾就开始了 对啊 这就是给银耳补水了 对 就是银耳补水了 就是这个 相当于它在吃饭是吗 对对对 相当于吃饭 银耳就是吃这个了 有这一套智能化 在北方基本上的地方都可以种 但是说在西夏 是我第一家种产 如此高昂的成本 即便是种出银耳 也很难赚钱 弟弟觉得不如回老家 像这样的工厂建下去做的话 它就是危险也比较大 所以有些危险 如果说是种我们老家的银耳 那个肯定是没问题 但是种老家的银耳的话 如果在这边种 那就没有多大的意义了 为什么没有多大意义了 因为我们老家的成本 给农民去种的 它肯定成本低 陈秀辉是铁了心的要种银耳 但他却把银耳种植 扔给弟弟负责 他说自己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 他要去找那个 让他坚持在西辖种银耳的宝贝 那段时间 陈秀辉拉着向导到处爬山 他到底在找什么呢 在向导的带领下 陈秀辉来到了丁河镇重崖村 一眼就被这里丰富的中药材吸引了 这是什么 黄金 黄金 野生了 找到了 对 这真正是野生的黄金 就在石头边上 那真的应该很大 牙出来了 你看 原来西辖除了香菇 还有一样宝贝 就是丰富的中药材资源 这里被誉为天然药库 陈秀辉看中的 就是这里的中药材 这个就是 这就是黄金 对 这个它长了几层 这里还在下面 你看 这个确实不小 这么大很难得吧 太难了 很难得 满山品也都是种药材 比如说天麻了 山竹玉了 黄金了 灵鞘了 还有这个参树了 菊花了 还有金银花了 狐林了 还有等等 非常多 一看我就找到宝一样 非常高兴 很激动 非常激动 我后面就 一意就说 给他这个山 给他拔过来 陈秀辉承包了 八千亩山地 作为中药材基地后 又花了五十多万元修路 还聘请住在山里的村民管理 从前只能靠散卖中药材 赚点钱的村民 日子富了起来 向导的私心 也终于实现了 一天整个七八十亏 咱关他吃 公司报销 关他吃 关他住 他都高兴得不得了 带动老百姓 一年十几个都有活干 有大豆子收拾 可是中药材和银耳 有什么关系呢 在陈秀辉的办公室里 他给我们看了一样东西 这就是你说的好东西 对 就是我说的好东西 宝贝就是这 这不是一个药方啊 是啊 给银耳吃的 给银耳吃的方 是 没见过吧 给银耳吃中药 陈秀辉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原来 秀辉想利用当地的中药材资源 种出不一样的银耳 兄弟俩是一个敢想 一个敢做 他们尝试着 把多种中药材粉末 加入到种植银耳的 培养机里面 反复地试验 以前我小的时候 做培养机 都是用杉杉去砍那个木材 后面我们又改成那个棉子壳 但我们现在 我这个又演变成 用中药材去做培养机 可是中药材种类繁多 放什么好呢 陈秀辉就辩访中医专家 开药方 我说这个方在干什么呢 说这个方式是叫银耳吃铃 因为当时大吃银 我还没听说过来 自己都很有意识 这些中药材 缠达在这个银耳机里面 我觉得这是 确实在这个 因为是一种创新 银耳它是一种生命 它生命它都要吸收营养所 才是这种生长 恰恰来你想 全不了中药的这些营养所 对着银耳生长更好 将来可能回到更好 营养更全面 对着银耳也确实在 想法是好的 可在最初的尝试中 也并不是一帆风顺 银耳长得时好时坏 中药的配方也始终在调整 面对一直在赔钱的银耳工厂 弟弟提出了他的担心 但是我最大的担心是 它能不能种得出来 然后这个市场 你怎么去区分它 怎么去把这个市场打开 我是考虑比较短平 比方我眼光我不放那么远 因为我做其他 比如说香菇 这些贸易 我现在每年 比如说文文我能赚一点 也够生活了 但是做这个东西 你比如说万一种不出来 或者市场打不开 你都是你赔钱的地方 每当兄弟俩意见产生分歧时 陈秀辉就会拿出当大哥的威严来 做出最后的决策 他就撂下一句话 中药才银耳做定了 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 你也有自己的想法 对 那你说出来大哥会听吗 有时候 基本上他不听我的 都是你听他的 我听他的 我肯定又听他的 因为大方向都是 一直都是他在把握 2020年 陈秀辉的中药才银耳 终于试验成功了 他的银耳又大又弹 还带着淡淡的清香 而且在他的银耳工厂里 可以实现全年生产 就算在春天 也一样能收获 可到了上市销售的时候 陈秀辉却哑巴吃黄莲 有苦说不出了 说到卖那就可惨了 我们烘干以后 比如说也按我们古田标准 比如说六多一包 当时我们这个是原生态的 我定价大概就是八十块一包 老板一说 因为你这个银耳 跟古田不一样吗 怎么那么高 他就不要 卖不起价 他就回来一想 我不能这样卖 想要增加银耳的附加值 就要做深加工 做什么产品好呢 今天我们特长谁表现好的卖老师 会奖励你们喝 非常好喝的一种东西 小银耳朵 你们在台 你不要是因为方便一点 然后早上上班也比较赶 然后可能收拾完之后 再去路边买的话 可能就没有时间了 然后这个直接带来 然后一虫也比较方便 软糯香甜的银耳 让孩子们欲罢不能 吃不够还要把碗舔一舔 它是什么口味的 润滑的 吃起来有点甜丝丝的味道 甜丝丝的 糯糯的 吃上去甜的像一点糖 那个还有一股银耳的味道 银耳营养丰富 其中最为宝藏的成分 就是银耳多糖 而且只有当银耳 被煮得充满胶质的时候 银耳多糖才能充分释放出来 市面上大多数银耳 都是直接卖干品 消费者买回去要泡 要洗 还要炖煮至少两个小时以上 才能出焦 陈秀辉就想做一种 方便食用的银耳产品 你见过我们这么漂亮的银耳没有 这就是你的银耳产品 对啊 像雪花一样的 你不说的话 可能很难想到它是银耳的 完全变了一个样子 那是 这个直接就可以吃 已经熟了是吗 就可以吃 可以尝尝 像锅妈一样的 对对对 像锅妈一样 挺好吃的 您见过这样的银耳吗 陈秀辉为啥要把银耳做成这样呢 那炖很长 炖煮几个小时都有 几个小时 对 有时候那个一直炖 以前有时候熬银耳它都熬一下 但是现在我们就不用 这个就快了 一般是四十分钟 我们做了一个小试验 将普通银耳和陈秀辉的银耳 同时放入锅里 寄个十 同样的时间里 普通银耳汤还很清澈 陈秀辉的银耳汤 已经胶质满满了 可是 想要做这款产品 就需要投入几百万元来买设备 陈秀辉的账面上 已经捉襟见肘了 不得不卖了一套房 凑齐了设备款 新的生产线来了 好脾气的弟弟便又上阵了 哥哥负责销售 弟弟负责生产 银耳需要浸泡两个小时 然后经过两道清洗 再由工人把银耳的根部去掉 接下来就是重要的一步了 经过破壁机的粉碎 银耳几乎变成了泥状 最后抹盘 烘干 就成了我们前面看到的产品一样了 新品上市了 别人的银耳按金麦 陈秀辉的银耳按客麦 这一罐卖多少钱 这个一罐卖178 178 60克 对 我这个银耳是论客买的 不是说那个一般银耳 那会不会太贵了 消费者接受不了 其实这个不贵 我们三克就泡这个 这么大一个杯 三克就泡一杯 我这一杯才花八九块钱 是不是也很划算 我这个泡出来 落落的 很香落的 经过破壁机打碎后 重新烘烤的银耳产品 不仅出胶快 用量也很省 可是销售却很惨淡 咱们刚开始开业的时候 销量怎么样好不好 不好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几乎没有顾客 来买我们的银耳 进店也只是愿意买 这种传统的银耳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的销售其实挺困难的 挺难的 这种银耳别人看过以后 都觉得它不是银耳 十个人有九个人里边 都是买的这种银耳 如何让大家认识这款产品呢 陈秀辉一边让弟弟和设计师 想办法让银耳的出胶速度 再快一点 一边四处找一种杯子 让银耳不用开火炖煮 就能出胶 然后将杯子作为赠品 和银耳一起售卖 买我的产品我都赠送一个杯子 我这个是焖烧杯 直接焖在里面 比如说泡完时间 换一换 这个倒出来就是很弱 那也就是说有了这个杯子 搭配产品的标准 不需要有很高超的厨艺 不要了 就是不会做的都会做 自己都会泡 主要是燃烧开水就行 陈秀辉还给产品搭配了枸杞 红枣等配料 加上赠送的杯子 因为方便美味 深受年轻人的喜爱 银耳的销量直线上升 2022年销售额将近1亿元 像之前我们在炖别的那种 其他银耳的时候 它可能你要熬的时间不够的话 它可能吃就是那种脆脆的感觉 然后你要想让它糯糯的 然后让它出胶 肯定要花两个多小时 它只用40分钟就可以 就是有那种出胶的感觉 陈秀辉不仅靠中药材 将银耳做出了特色 因为自己在当地打响了名气 吸引了当地电视台的记者 前来采访 过去西侠没有银耳 因为西侠过去 它这个环境不适合银耳的生长 就是自然条件下长不出银耳 所以它这个项目就是靠现代化技术 靠人工干预的环境 营造这个银耳生长的环境 虽然说它不能推广地带动 一家一户都去种 但是它这个规模很大 它采用这个工厂化种植以后 它吸纳了当地很多老百姓就业 食用菌产业的发展呢 是多品种是糊凑的 糊凑共荣的 你看啊 我香菇产业发展好了 我完成了资本原始级的第一部分 我再拿过来香菇挣的钱 我再投到银耳产业上 投到双包库上 投到阳东菌上 这样的话不能把一个 把所有的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头 降低了风险 规避了风险 增强了幸福感的持续 陈秀辉的银耳工厂 二级工程已经快要竣工了 未来将会有更多的中药材银耳 从春天开到冬天 一年四季造福西侠 兄弟二人携手创业 终于将小众的银耳产品 做成了大产业 有句老话说得好 兄弟齐心 齐地断金 陈秀辉 于心燕 兄弟二人彼此信任 哥哥带着弟弟弟弟帮着哥哥 而最关键的是 他们勇于尝试新生事务 利用西侠当地的中药材资源 种出了不一样的银耳 当然也让我们在春天 有了不一样的收获 好了 各位 今天制服经系列节目 《我的收获在春天》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制服经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